這是意外的恩典耶 我沒有想過耶 怎麼忽然間會接到這個電話 所以超過所求所想的 這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這是意外的恩典 交通信告神的一個賞智 就會保守我們的心懷意戀 什麼都保守我們的心懷意戀 我們看耶和福音十六章 約福音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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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節 向來你們沒有問我的名求神 除今你們求救必得著 叫你們的喜樂可以嗎 因為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有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恩典 所以我們的心理當然是歡喜快樂 這就是交通以後的平安快樂 我們才能夠保守 我們再看耶和福音十五章 我們再看耶和福音十五章 我救給你們成就 你們多解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榮養 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主耶穌說的 為什麼我們能夠 祷告得到神的水平呢 因為你沒有犯罪 你有遵守道理 所以你常常在主耶穌的愛裡面 你常常在聽道理 常常在讀聖經 神的話常常在我們心裡 你心中有神的道 你就是一個有道理的人 有道理的人 祷告祈求的一定合乎道理 沒有道理的事你不會亂求 既然是合乎道理 祈求就會成就 原來這麼簡單 一個所道理的人 按照道理去向神祈求 就可以求到 因為我們求到神給我們的東西 三萬一套 就有信心做得更好 你都不信心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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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能夠結果子來榮耀神 一家都好信心做得更好 一家都好信心做得更好 最後再講 跟現在 在三重教會 在三重教會 有一個當媽媽的 叫做張美 他有六個兒女 民國七十四年的秋天 他為了自己的兒子 跪在客廳一直祷告 因為他的第四個兒子黃建興 離家已經五年多了 他說 神啊你要赦免我的兒子的罪過 你要帶我的兒子回家 他不知去向 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判一些不良少年在一起 會不會犯罪呢 那將來他的靈魂會得救嗎 如果要到地域去受苦那怎麼辦 但媽媽想到這裡心就很痛 所以值得祈求主耶穌連比他 家裡的孩子回來的時候 也常常和他們一起 會這個第四個兒子來祷告 他祷告 是祷告了兩年多 他真的是交通主耶穌 他也沒有失去信心 那麼這一天祂是祷告到 他也流滿變 突然覺得好像 頭上三尺高的地方 有聲音這樣說 說你身為你孩子落生的母親 你就這樣愛你的孩子 何況我是祂的天父 豈不比你更有更大的愛來 成這個孩子嗎 做媽媽的眼睛沒有看到神 其實他落生的耳朵也沒有聽到聲音 他是說他心靈聽到天父真神在安慰他 他就有信心 他就有信心 很奇妙的 幾天以後 突然他的兒子 突然他的兒子 都沒有消息 打電話回家 請爸爸開車來接我回去好不好 我不想在外面留 因為他感覺 有人在為他一次祷告 他生靈感動他要回家 他國中的時候結交了好多拜訪 好久好久沒有到家回去 也會抽菸 也會結黨 也會打架 學校有把他寄過 留校查看 然後休息 他回家以後 又換家人鬧脾氣 所以才離開這樣 當然一個人要生活 一定要有一些幫助 其實他是參加不良的幫派 其實他是參加不良的幫派 他就喝酒 抽菸鬧事 這樣 他日夜生活都不正常 他在外流浪的時候 曾經因為幫派之間的邪鬥 他被十五公文長的潛水刀 從背上刺進去 我會刺進去 一切都是他的狂狂 他都會受傷 造成他的灰狂 一刀刺到他的鎖大腿 然後一刀刺到他的鎖大腿 還有一刀刮到他的脖子 然後他會刺進去 當時他在海邊是那個 光吳北路的那個波羅體驗 在台北的那個波羅體驗 家務對王林都緊急在疏詢 但是他媽媽知道消息 一直大哭喔 主耶穌要留住我孩子的生命 要留住我孩子的生命 想不到十幾天以後是出院的 他還是最深共識 他還是最深共識